刘大妈早年生了一儿一女,女儿比儿子大了不到两岁,那个时候,家里很穷,饱一顿鸡一顿的,每次有点好吃的,都会留给儿女吃。 她的女儿和儿子,自幼都很听话,且两姐弟都特别懂事,家里的是,不用留大妈两口子交换,姐弟俩都会争抢着肝,两个孩子学习成绩又好,回家后很自觉写作业。 看到一双儿女如此懂事优秀,刘大妈和丈夫心里都特别高兴,儿女将来的出席他们不担忧,唯一担忧的是自己挣钱男,怕到时儿女的学费拿不出来。 一年年过去,刘大妈两口子还是辛辛苦苦坚持了下来,同时供出了两个大学生,成了全村唯一一双儿女都考入大学的家庭。 图片来自网络女儿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就嫁给了同学,是个外地小货,夫妻俩都去了外地生活,儿子毕业后干了两年,被公司一个高层看重,把女儿介绍给了她,后来便和领导女儿结了婚,并住进了岳父母早年就买好了的房子里。 儿女都结婚后,姐弟俩正抢着接父母去身边照顾,但刘大妈两口子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,心里早已扎了根,哪都不想去,儿女们也没法,只能尊重父母的意思。 女儿给母亲办了一张卡,密码留的是弟弟生日,姐弟俩不约儿童每月往卡里打一千元,叮嘱父母不要太省,应该过过好日子了。 几年后刘大妈丈夫去世,儿女回家办完丧事后再次提出让母亲去城里,可刘大妈想留在老家守着已故的丈夫,怕她走了王夫会孤苦伶仃,儿女理解母亲的心情,不好再抢求。 图片来自网络随着女儿自己的子女渐渐长大,每天要接送孩子上学放学,要做饭,辅导孩子学习,整天忙忙碌碌,从那时候起,就很少回来看望母亲。 儿子儿媳创办了自己的公司,夫妻俩为了公司忙得不可开交,儿子经常出差,到处飞来飞去的,也没有时间回家看看母亲。 姐弟俩尽管脱不开身,但给母亲的那张卡,依然每月往里存钱,从来没停止过。 儿女回家次数少了,孤苦伶仃的刘大妈也想儿女,但知道儿女们都有自己的家,有自己的事业,从来没主动提出让儿女回家来看看她。 图片来自网络流大妈就这样在农村过着独居的生活,一天,在家里突发高血压死了,儿女得之后立马飞奔回家,姐弟俩哭得伤心欲绝。 把母亲安葬之后,女儿在收拾房间时在母亲的床底下找到了曾经她母亲的那张卡,经一查,卡里竟然有三十多万块钱,姐弟俩回想起这十几年来给父母卡里存的钱,估摸一算,原来父母基本没动过。 随后姐弟俩走访了一些邻居,才得知母亲生前常跟邻居吐露向儿女的心声,不过见儿女都忙,又不忍心,姐弟俩都很惭愧和自责,怪自己忽略了母亲的感受,以为给了钱让母亲衣食无忧就是孝顺。 那张三十多万的银行卡,姐弟俩推来推去,谁都没脸去要,后来经过商量,把钱拿去了村里修建一个老年活动中心,供老年聚在一起解闷。 当父母老了,他们需要的不是钱,而是儿女的陪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